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市馬田賽馬習作 今天是2022年6月16日的早上,星期四 記得去年這個時候都做過馬圈超短打的 但是那時候就說一些馬會有東西出錯 整段東西彈他 我記得應該有個騎士傷了 明明沒有跑馬,但在馬會排位表都出了他 結果那隻馬就跑第三 那個司徒鱷 但是今年就不是說這件事了 就一單好的消息,喜順了 日文,什麼消息來的呢? 寫了一大堆蘿蔔頭的日文,什麼事呢? 但是大家看到何摘堯的樣子 跟著什麼JRA之短期免許 大家都大概知道是什麼事 我也不太懂日文,用Google翻譯 這篇文章是說香港騎士何摘堯 將會今年首次訪問日本 簡單介紹他而已,是本地騎士 他是金槍六十的主戰騎士 還有女王杯,其實是唯獨愛里 簡單介紹這裡 也說了一句,何摘堯說 能夠騎到唯獨愛里之後,令我夢想更大 意思是想來日本 去年就因為疫情去不到 所以今年才成行 其實何摘堯去日本客串這件事 是去年想做的 但是今年才成行 其實這次他去日本客串都幾驚喜 但是都並不意外 因為之前有一些復筆 記得是女王杯賽日冠軍 一里賽 他接受馬會訪問 說過機會的時候 他都說不介意陪金槍六十去日本 那時候已經這樣說了 其實根本上他就知道自己會去日本騎 所以才說沒有所謂 陪金槍六十去 就算之後他說支持金槍六十去遠征 他都是說差不多的說話 證明其實他根本知道自己都是會去日本 而能夠騎到唯獨愛里贏女王杯 相信也是對他在日本拆棋很大的幫助 因為透過這隻馬 就令到他結合了一些日本的人脈 可能可以這樣幫到他 在日本客串這件事 就是比較容易申請成功 這次當然是一個開心 值得歡喜的消息 我就希望馬迷門就不要在下面留言 就說最好就去日本 不要回來 騎到什麼什麼默默的 射了金槍六十去垃圾 可以告訴大家 何宅堯以他現在騎工的能力 在日本一定是前列 一定是騎得的 一定是有表現的騎師 這是我的估計 其實以何宅堯的身手 以及他的表現 應該值得有更高的評價 這次去日本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證明自己的能力 並非只是騎金槍六十號 也不是只懂得走金槍六十位 他是一個好的騎師 在日本絕對有能力 可以爭取到好成績 祝他好運 希望這個月的客串順順利利 未滿贏多點頭馬 因為沒有其他報道 所以就超短打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